据上海本地媒体报道 上海一位市民顾先生通过微信小程序 泡泡马特抽合机上的神秘商店活动 在选择时按了99元抽一次 没想到付款时直接跳转到全包 一下子支付2178元 立即申请退款却被客服拒绝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消费者描述得知 所谓全包及一次性扫获了本次神秘商店 列出各档中剩余的全部奖品 王河本身已经是一种新玩法 其全包、神秘商店、大瓦等玩法 更是不断为这种带有一丝赌博性质的玩法 增加兴起感、刺激感、吸引玩家不断剁手 最终越来越上瘾 因此当面临侏儒定价不断上涨 发货太慢、客服敷衍 产品设计涉嫌诱导消费 IT设嫌抄袭 产品存在难闻气味等等问题 公司都应当重视 并且第一时间解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